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馬來西媽 今天趁孩子不用學學校放假 所以帶他們出去玩 在出發前,我們先去吃早餐 這間餐廳的梳芙里班戟也挺特別的 他們的位置就在Mont Kiera那邊 今天我們會去馬來西亞雪蘭俄州北部的一個很出名的買海鮮小鎮 如果在Kaila出發,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你看看天氣熱得很溶,看人們可以在車頂曬咸魚 好了,我們到了海城法魚巷 這間魚巷已經立足了三十多年的老字號魚巷 它擁有自己的魚船 它捉的全部都是第一艘海鮮 確保全部都是本地的新鮮魚 在門口拍下車,進去看看如何 魚巷裏面有兩層樓 大人可以在地上買海鮮 小朋友可以在二樓參觀的魚船怎樣下貨 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魚 是怎樣由魚船一批一批混上岸 看上去海鮮也很新鮮 很棒 價錢也可以接受 你看石斑的價錢 還有花蟹,龐蟹,大蝦,老虎蝦,西刀魚,八爪魚,海鸟 真的數之不盡 還有魔鬼魚 魔鬼魚很大 你看看 它比朋友的頭大 我朋友很興奮在賣魚 在二樓我們可以參觀到 其實兩邊岸都很多魚船回來 放下魚鑊 真的很新鮮,很繁榮的感覺 這裏的高腳屋 像不像我們香港的大澳 來到這裏 一定要買西刀魚的魚片和蝦片 我們買了幾包回家吃 我們看著買東西 你看馬來斯巴多享受 它在網床上睡覺 這個就是它的地址 你們有興趣就去逛逛 下一條影片 我就會介紹 色姦莊的杜米田 大家留意一下 好,坐朋友的車 去找一間餐廳 煮了海鮮來吃 原來餐廳很近 駕駛一分鐘的車 就已經到了 就到達這間寶記海鮮酒家 當然不少 當然是叫啤酒來喝 要送海鮮的嘛 它的價錢也不錯 可以接受一下 讓我告訴你 我們吃什麼 先吸引一下你們 這個是薑蔥蒸大蝦 牛油芝士炒花蟹 還有炒菜 還有炒杏子 還有客家炸豬肉 還有沒有 當然有 是汁炒魔鬼魚 海鮮魚頭湯 酥炸白爪魚 還有炒通菜 是不是很厲害 這碟菜 我真的怎麼炒 在家裡都做不到 真的 唉 出去吃吧 吃完飯了 真的要消化一下 好了,我們回去 甲凍街市逛逛 很多當地華人 都很喜歡來這個街市買菜 集貨店 還會買一些中式的醬料 還有涼茶 真的好像九龍城街市一樣 還有燒肉 老闆跟我說 有些人新開張的時候 就跟他們訂魚豬 燒豬 去拜神 附近有一個夜市 我們駕車十幾分鐘 就可以過去了 所以我們去逛逛 夜市裡面有零食買 還有煎餅 串燒 還有三買 馬來西班 最喜歡在這間店裡喝涼茶 雖然說是夜市 他們也有蔬菜 這些蔬菜還是很新鮮 是不是很像我們的街市呢 走了這麼久 我們又餓了 去吃晚餐 這幾天吃了這麼多東西 真的要清清一下腸胃 我們現在去吃營養豐富的雷茶 這間店叫河婆園 聽老闆娘說 他們經營了十七年 是馬來西亞雷茶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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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雷茶是什麼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